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可调扭力自动刹车的充电螺丝刀 下面给大家测试一下我们这款螺丝刀跟市面上热销的这款螺丝刀的一些参数的比较 让大家了解一下第一步我们测量转速 这是市面上热销的这一款 91.8转 91.8转 下面测试一下我们这款 395.9转 第二步我们测量一下这款螺丝刀的扭力 这是个高精度的扭力测试仪 打开电源我们测试它的最大扭力 最大扭力它要有个拧紧的过程 所以现在是松了 我们把它拧紧像螺丝一样 先去拧 扭力1.01公斤最大扭力 我们一样把它拧松 轻拧 然后用我们这支将扭力调到大的位置 我们最大扭力是2.44公斤 扭力比这个要大很多 下一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这款螺丝刀调节以后 它的扭力最小的精妙和最大的强悍 首先我们这款螺丝刀包装里面拿出我们的批头 下面对iPhone6S 先打一个螺丝试一下 首先拆螺丝 这是iPhone6手机 手机是真实的 拆卸出来 我们现在把它打紧 螺丝已经在空转了 下面我们换我们这支螺丝刀 将扭力调到 1.5的刻度 我们来拆 很快地把它拆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将到打紧 空转 再刹车了 这样就不会损坏螺丝 这个功能非常的好 下一步我们打一下我们普通手机板的螺丝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速度的差距 比如说这个是华为的手机 我们打一下这颗螺丝 我们打一下这颗螺丝 然后再把它装进 它是靠马达最大的力度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颗我们如果把它调到2.5稍微大一点点都可以的 2.5这说明它的流力已经它打得比较 一下就打出来 实际上流力不需要太大 这种流力 我们打调到2.5 让它刮锁 你看自动刹车 速度很快 非常的好 气肥 高级 非常的快